另外呢我想要请主要手帮我们来评论一下 就是因为这个议题就被盖过去 本来以为会轰动一段时间的柯菜合照 那因为我们昨天有跟大家讲到说 早导致了民众党的一些基层党员也好 一些小草也好 或者是民意代表 其实蛮反弹的啦 就大家觉得说那这样我们接下来怎么打 怎么监督成内阁 那昨天柯文哲他发了一个党员公开信 他也特别在里面有痛批绿营的双标 是台湾社会不能和谐的最大贞洁 没有理由不对话 所以才跟蔡英文见面 但是他也要政府认错 改变双标的作为 那这样对止血党内的质疑 你认为来得及吗有效吗 我觉得 主教授对 对不起对不起你看着我 我以为 我看左教授 谢谢这个蔡委员帮我暖场 那个这样子 像是很圆融你看 这个是当立法院长 厉害 基本上来讲 柯文哲现在是要保卫他的百分之十四 从这一次的选举看出来 柯文哲的这个基本盘 就民众党的基本盘就是百分之十四 这个百分之十四就是说 他既不偏蓝也不偏绿 他就是认为台湾要有一个第三党 而这个第三党也被柯文哲所彰显出来 这个第三党 他是可以 他跟蓝跟绿是不一样的 这是为什么他会面临到这些反弹 因为其实的确有百分之十四的人是 是真心支持一个不一样的第三党 当然也有一部分的人在支持民众党的 他是偏向蓝的 那当然也有偏绿 好 那么我认为这一个 就是他有基本盘店铛铛的 他也有建筑链的 所以他有建筑链做这些 然后他就是一种 都在理想 以后的这个 和这个市场呢 可以看到一个 数个人的 要是楼上进展预测 一种 Zig 国态 人的 那當然這裡頭我認為 在我們回頭過來檢討 就是說這個柯蔡惠 它裡頭我認為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最大的問題其實我認為第一個是 政黨平台的問題 政黨溝通平台的問題 這個我認為是 柯文哲最沒有辦法交代清楚 未來如果國民黨主席 朱主席要去跟這個蔡英文見面 同樣也要交代這個問題 什麼問題 如果是一個政黨溝通平台 那你應該要對話的是誰 是民進黨黨主席 現在民進黨黨主席是誰 是賴清德 不是蔡英文 所以你第一個問題是說 你如果要建立一個政黨溝通平台 是黨對黨的 那應該要找的是誰 應該要找的是賴清德 第二個 如果你是要跟政府的一些合作 未來大家怎麼樣 要落實在這個政府的這個施政裡頭 能夠去容納其他 在野兩黨的一個意見 或甚至你要嘗試要建立一個 所謂的這個聯合政府 那應該要有一個這個跟政府合作的平台 那現在賴清德也還沒有接上來啊 那為什麼那未來賴清德也即將要接上來 而且賴清德還是現任的副總統 為什麼賴清德沒有在現場 所以我覺得這都是沒有辦法交代 就是不管你是政府的合作平台 或是政黨的合作平台 你通過蔡英文來召集 都是有問題的 都沒有辦法交代清楚 那當然因為你沒有辦法交代清楚 大家就會去懷疑一件事情是什麼 就是說好 你的這些所談的內容 是不是只是一個煙霧彈 是不是背後還有一些看不到的交易 如果你在背後有一些看不到的交易 你就根本違背了柯文哲過去 所提出來的所謂的公開透明的這些 很多民眾黨支持者的一個 所相信的一個價值嘛 你既然要做這麼大的一個回轉 大家因為又把它很多 我看有一些網友很有才 把它跟這個2019年 柯文哲跟蔡英文的會面 那個照片拿起來看 我發現現在大家笑容多了很多 親切多了很多 結果發現那就說請告訴我們說 那到底這個差別是在哪裡 我記得柯文哲這一路以來 尤其他能夠從一個台北市長 其實說真的啦 當然他在台北市的這個 這個滿意度真的是不高啦 那你從一個滿意度 不是很高的台北市市長 你變成一個全國的 第三大黨的這個領袖 但當然很大程度 大家還是認可說 你在挑戰執政黨上 你扮演了一個很好的角色 然後你現在沒有給大家 任何一個理由說 你跟他見面的理由是什麼 你要真的要跟政府合作對話 你應該是跟賴清德 政黨合作對話應該賴清德吧 第二個我要再進一步講 我們再看前面幾件事情 他講了四件事情嘛 老保年金改革 然後提升國防預算 然後再一個社會安全網 第四個是政黨公共和合作平台 我剛剛講說如果政黨公共和合作平台 應該是在 應該是政黨對政黨嘛 第二個如果我們剛才講到其他的議題 這三個前面這三個議題 這個勞保 國防跟社會安全如果牽涉到立法的 應該是誰要扮演這個重要的角色 應該是韓國瑜不是嗎 是應該在立法院大家要合作去推動立法 那跟蔡英文也沒有關係啊 對不對 應該是這個三黨的這個領袖來 然後跟這個立法院的院長 因為是以後立法院是作為一個平台嘛 對不對 你政黨溝通平台建立的這個機制 到底你要放在哪裡 對 要建立一個政黨溝通平台 但是要不然是黨對黨 要不然是這個政府的一個溝通平台 要不然你就應該是到立法院 結果這三個你都搭不上邊 蔡英文都沒有辦法跟這三個搭上邊 那你這個見面到底得到了什麼 其實我覺得更誇張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就是它談到了加強社會安全網 說要加強中央跟地方的合作 可是請問民眾黨現在有在地方執政嗎 有啦 在新竹市是有執政的 對不對 就是只有在新竹市的執政 那這一次戲偵的案件也 這次這個發生的那個虐兒的案件 沒有發生在新竹市 當然每一個縣市都應該要繃緊神經 都應該要加強所謂的 不同部門之間的合作 可是還是回頭到了那件事情 就是在其實在這個所謂的 這個加強社會安全網這件事情 很大層其實絕大部分不是立法的問題 是行政部門的問題 你現在民眾黨沒有在行政部門 扮演一個重要角色 所以讓大家覺得很好奇的是說 未來是不是行政 民眾黨要在未來的政府 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 那還有就是說 你民眾黨如果沒有在行政部門 有一個失利的空間 那這個議題對你來說 你談這個議題是什麼 是拉拉隊嗎 我覺得當然重大的這個政策議題 每一個主要政黨都可以去關心 就好像每一個公民團體都可以去關心 可是要做一個政黨合作的一個議題 那你必須要有一個角色 我覺得在這個角色上 民眾黨的角色相對來講是比較弱的 當然我還是要回頭來講 當然你還是有新竹市 但是如果是要講到新竹市 那看起來應該是涉及到 高鴻安市長的問題 那這個柯文哲的這個角色 又相對來講沒有那麼直接 所以我覺得回頭過來講一句話 就是這一次的政黨會面 給大家感覺是什麼 蔡英文經過八年執政了 為什麼這八年都不做 馬英九時代 是馬英九去邀請這些在野黨領袖 來跟他辯論 跟他會面 三一四請 他們都不願意來 那真的其實還來過兩次 一個是蔡英文跟馬英九的 這個ACFA的辯論 一個是蘇貞昌 在2012年馬英九連任之後 也到過總統府跟馬英九談過 我想請問的是 蔡總統八年任內 什麼時候邀請過在野黨的領袖 到總統府去過 沒有 真的是沒有 就是說我們拿一些國家重大的議題 大家來談一談 國民黨的這個主席經歷了洪秀柱 經歷了吳敦義 經歷了江啟成 經歷了朱立倫 從來沒有一個正正事事的邀請 說就哪些重大的政策議題 大家到立法院 到總統府去好好談談 現在才做你要卸任的最後的一兩個月你才做 真的是讓大家覺得是說 你是不是應該要先對這八年來沒有做這件事情 要向國人好好的說明 感謝我們的阿三哥的斗內 他說敬佩蔡政員委員在這個嫌棄的努力跟服務之下 但現在的立法委員有的根本在選區是非常的懶惰的 只有在選舉前才會認真的看地方需要的事情 很少人會像你這麼努力的 感謝江東小香香的斗內 他說他當然是外行倒不行 但身為人民的他講的是立法委員領著人民納稅前所該進的最基本的職責 而不是立委個人選不選得上 不愧是內行 感謝我們觀眾朋友我們的斗內 那我請教歷史哥 當然在這封信裡面 剛剛主要說帶我們大家走了一遍 那裡面他其實也有提到NCC啦 NCC的不恰當不適當 他有轟說NCC在中天案的這個判決都已經連敗了 還自認沒輸 所以我們看得出來 其實最近是不是柯文哲在積極的側封向呢 例如先跟蔡英文見面 發現好像造成了黨內的反效果 所以呢反過來批評這個民進黨的雙標 那也強調他去傳達了這一點 那當然他也想跟各個不同的領域 要去做和解來為之後的路來打算嗎 那當然林卓水他跳出來講說 如果覺得是蔡英文辦了一個無恥之厭的話 那他就想問 赴宴的柯文哲會不會只是更無恥而已呢 我覺得柯文哲這次當然是絕對失算 因為如果說你真的要做改革的話 你要見面你一定要當面提一些什麼 但是問題是我完全沒有聽到說 柯文哲跟蔡英文見面是好來好去 還是很積極的去提出 他過去對蔡英文很不滿的批評 你當然可以轉換成一個 就是蔡英文能夠接受 或者他接不接受也不是那麼重要嘛 如果蔡英文今天真想 建構一個政黨溝通的一個橋樑的話 那自然而然在野黨的主席跟你見面 他也是冒著上市自己的政治credit的情況之下 你應該要多踢一點 而且更重要的是假設這真的是要做的話 第一個當然人家質疑過去八年 那第二個請問賴清德怎麼不帶來 賴清德帶來才是重點啊 蔡英文都可以把賴清德 叫到這個余寧劍的這個撥交的典禮上面了 那為什麼不能這時候出現呢 現在不行了 現在不行了嘛 對嘛 所以蔡英文就是簡單講 蔡英文在打假球嘛 可是蔡英文打假球 柯P卻上勾 我覺得柯P真的要嘛就太天真 要嘛就是人太好 要嘛呢就是呢算錯了 那我覺得 以柯P現在已經是個 從政十年的專業的政治人物 選過總統大選的情況之下了 他這個我沒辦法用單純的失誤 來說他 就是這個他真的不懂 而且你想喔 如果每一次 你在這個你的立法委員 在很認真在質詢 民意黨的官員的時候 那這時候如果民意黨的官員 他就把一張照片拿出來 然後下面就說 就說委員啊 你不是大英文總統要和諧嗎 對不對 你看你們主席都和諧啊 每次把這張台給舉出來 我覺得我如果是行政官員的話 我就背這張圖 然後每次只要 這個民眾黨的立委 大聲朗朗的時候 就把這個圖舉出來 委員尊重一下啦 我們和諧合作啦 這樣你要怎麼繼續質詢下去 這個是我其實對於這次 就是說柯文哲 他這個見面上面最大語言 你看朱立倫他就比較謹慎一點 他說如果有勢大 那可以但現在顯然不是死雞嘛 所以在這件事情上 政治是這樣啊 一手一手一頭竹 他都會有一些表態的意涵在 你當然可以說沒那麼重要 沒有那麼誇張 但我一個作為學歷史的人 我是看這個政治在脈絡在走的時候 他事實上等於說 那個卡車準備轟轟轟轟要開出去的時候 然後突然呢 這個柯文哲就把那個轟給他放掉 那種 那車子開不動的這個狀況是這樣 這也造就了一個問題就是 即便在這一段裡面 大家有沒有發現一個問題 我們剛才討論的轟轟烈烈的這些東西 可是我們始終不知道民眾黨的態度是什麼 就你今天為什麼這一次那麼重要呢 因為剛才我也是藉著這個控檔的時候 我寫了一篇這個文章 也丟在我自己臉書上 我再講一個大家的關鍵是什麼呢 國會的一個改革 是這一屆大家板上錠釘民心所向的意思 剛才加東小巷的斗內 這個在跟學長在討論的時候 其實有觀察就一個點嘛 縱然老百姓可能不懂 當立法委員或者是立法院是什麼意思 可是老百姓想要改革這個國會 好那想要改這個國會 因為慣例這些東西能不能改 能不能討論 那必然會進去到一個討論的時機點 但在這個之前幾乎都在工訪啊 都在各種這個過程 很難被真正討論到 而這一次被討論到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柯建民今天稍早的時候 他受訪的時候 他一直在講嘛 檢討韓國瑜和議事人員的錯誤 當然是國會改革 因為他也怕民進黨 變成被改革的對象嘛 那民進黨是不是該被改革呢 那肯定是要被改革的啊 如果民進黨不要被改革 他這次選舉會在國會上面 沒有辦法取得多數嗎 而且會變成賴清的只有40.05%嗎 這就是老百姓對你執政不滿 只是說在野因為兩個產品 那都不夠好 所以最後沒有辦法整合成一個 或者其他原因 而導致輸掉 這個是一個客觀的形式沒有錯 可是更客觀的形式是 你民進黨沒辦法取得 半數國人的信任 而且你越來越加的擁抱你的基本盤 不管你處理的是帆船案 或者是到了蘇丹宏案等等 你都在擁抱你的基本盤 都找王毅川這些人出來 講一對王八蛋下山人的話 那就等於是老百姓看得更不爽 然後你看到陳廷妹 我們剛才不是在模仿他 戴蘭巴周伯 他還是那一副高高在上的樣子 所以接下來就有三大點 是老百姓很關注我認為啊 第一個 慣例什麼的老百姓其實沒那麼在意 更重要是什麼 第一個老百姓想要什麼樣的國會 但是這個新型態樣態的國會 可能會跟過去很大的落差 第二個既然有議事規則 我知道你們有慣例 但議事規則就是這樣啊 那你能不能照議事規則走嗎 雖然剛才這個學長有解釋了一下 該怎麼去進行怎麼拆切 這樣的一個部分 但老百姓理解不是這個樣子 那這是一個名氣 這名氣可不可用呢 那當然可用 大家都想爭取嘛 那柯建民的切法就是說 檢討韓國瑜就是這股名氣 那國民黨或在野黨的話 那你是不是要把這股名氣拿過來 變成你去檢討現在這個階段 那在所謂的監督的這個狀況之下 到底老百姓是希望 立法委員最大程度的節用時間 只有這個所謂的質詢的時候 需要質詢的立法委員在現場 其他立法委員他可以去做他要該忙的事情 沒有錯立法委員非常的忙碌 非常非常忙碌 可是那到底是大家希望集成這個集體的智慧 所以在這邊質詢的時候 他現場其他立法委員在聽有沒有辦法 在更好的質詢還是說一個比較行李如宜的 或者是專項時間的那這樣 那我相信以照我這幾天看網路的風向 或者大家的討論 大部分人是覺得 他會就一起到現場嗎 然後他質詢的時候 你不能聽著他的質詢 你可以提出更好的質詢嗎 那如果是這樣 那就顯以見的過去 去運作立法院的那套規則會被改革 所以這叫第三點 這叫社會觀感 就社會觀感對於這件事情的本身 他到底是站在哪一部分 是站在過去立法院運作 那個慣例的形式上 還是希望在這一次 有這麼多新科的議員 有這麼多新科的委員 進到立法院 尤其過去我們常講 要改革最需要被改革是國民黨 是沒錯 但是國民黨這次推出的陣容 是最年輕的 是最新的 還不惜就把所有的 過去的部分去通通推倒 沒有一個留用 通通換新的 這樣的狀況之下 對上的是民進黨 又老又舊 那一些立法委員 一大堆都是過去的委員 你看一個洪生 明明是環保立委起家 綠能立委起家 反核的 結果現在跑去做國防外交委員會 你這個亂七八糟 用的情況之下 被檢討那很正常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以上三點 最後一個講一個 他們現在在 我剛才在廣告期間 也在跟莎拉討論 這個議事規則 大家都看到是這塊下面 第29條線是這塊 現在民進黨在帶一個風向 你看他說上面有一個討論 所以啊 這個不適用 大家知道嗎 這個是討論的時候適用 質詢的時候 不是用這個議事規則 那他們現在帶這個風向 意思就是說 你這個 該被檢討的是韓國瑜 所以我從剛才到現在 強調這一點 那等於明天的 交鋒的點 就會在韓國瑜身上 那最後我們來接招呢 就接下來還是 大家看下去 但是重點還是在那一個 就是老百姓想要一個 新型態的國會這件事情 在這一次為什麼被點爆之後 你看什麼蘇丹宏案 帆船案 什麼凱凱案 通通都消失了 這幾天幾乎 你開電視 我看那個電視牆在跑 大部分都在討國會這件事情 民進黨我覺得他心裡也知道啦 現在這一把火點起來之後 他能不能借機打一手反手牌 很重要 那國民黨也是 能不能在這個事情上 能夠守住這個所謂 改革的credit 這也還是大家在看的 如果都沒有守住就 可能像剛才這個委員講的一樣喔 就是大家如果獲悉你又沉澱下去了 那我是覺得這屆國會改革的機會 就氣急的越來越少 蔡元我拉回來 完全講到國民黨的這一塊好了 像到底這個朱一鸞 他已經有講了 要如何跟蔡英文做適當時機的適當互動 還在討論當中 那當然我們昨天也聽到一些內部消息 就是說 朱一鸞有考慮 如果真的要跟蔡英文見面 旁邊必須有賴清德才有意義嗎 我看到亮哥在講說 他認為蔡英文的舉動是在自保 希望日後再也追究爭議的時候 不要算在他頭上根本不是為了和解 是他建議朱一鸞根本別去和蔡英文見面 面子是要留給準總統兼民進黨主席的賴清德 而不是給他 但賴清德今天被問到的時候說 那到底有沒有機會跟在野黨主席會面呢 昨天被問到的時候 他聽到這個問題是有回了一下頭啦 可是沒有做任何的表態 那烏子嘉董事長他認為 這個行為蔡英文的動作已經很明顯了 就是有效的壓抑了賴清德的存在看了沒有啦 無形當中把賴清德降了好幾級 而且還踩到他的痛點就是年輕人這塊 因為賴清德始終相信是柯文哲把他的年輕票給騙走了 所以蔡柯這一件等於呢在賴清德的傷口上在鞭屍的概念嗎 那無論如何我只問一件事就是 到底國民黨該不該跟蔡英文相見 還是應該留到賴清德再見這才有意義呢 我覺得國民黨的黨主席跟即將先任總統見面 沒什麼大不了的啦 見就見嘛 然後跟未來新任總統見面也沒什麼大不了 該見就見 能見就見 可是你要知道 政治上的運作對一個黨來講的話 你的黨主席在每一個事件裡面都要得分 任何場合都要得分 這個就是政治的運作的一環 什麼叫得分 能夠宣揚你政黨的立場 你政黨的見解 然後堆高民眾對你政黨的認同 這個叫做得分 柯文哲這一次我要給他一個高度的肯定 一個高度的批評 什麼叫高度的肯定 就是說他現在發的這一番公開信給他的黨員 眾媒體的焦點都是說 要支持中天赴臺 到今天為止 藍寧沒有一個人談中天赴臺 沒有耶 我不曉得國民黨在幹什麼 蘇陸也沒講啊 韓國瑜也沒講啊 對不對 立法會那些什麼 顧文綺也沒講啊 都沒講啊 我不曉得國民黨在幹什麼 這個反而是一個 以前這個 整天被中天電視台罵的柯文哲 跳出來幫中天喊冤 這不對啦 這個東西啊 簡單講就是 柯文哲會得分 對 而且他不只講第一次講 還講好幾次啦 就國民黨現在沒有人吭聲 什麼你們到底怕什麼 韓國瑜也沒講 因為中天被關台就是韓國瑜啊 韓國瑜就應該為中天抱不平啊 他現在不吭聲 裝個中立的人樣子 我覺得不好啊 真的不好 對啊 怎麼現在國民黨都還在當著馬英九一樣的 我盡量保持距離啊 不再介入爭論啊 對不對 不好 中天只是受到冤屈 影響言論自由 這麼一個很重大的議題 是台灣民主政治上很重大的事件 柯文哲在這麼一個給黨員的信 號召黨員來支持中天赴台 應該給他高度的肯定啊 我要給柯文哲高度的批判 什麼叫批判 你是新手嗎 江湖混那麼久了怎麼還不知道 政治人物跟政治人物見面 第一個 先開記者會 我什麼時候要跟蔡英文見面 怎麼會去跟他見面都沒有新聞 然後還被蔡英文拿去給那個叉叉周刊登 什麼啊 你們兩個上過貼爐是不是 蛤 是不是 不能跟他們拖拖摸摸的啊 政黨主席啊 就要大大方方 對不對 我今天要跟一個漂亮的大美女 這個見面 對不對 那我 我跟佩軒見面 那我是正正當當的 你們大家不要想東想西 我們談什麼事情 就算這樣子啊 我會開直播 對不對 見面的時候不一定要開直播 出來要報告啦 對不對 那 你去跟蔡英文見面 就要先開記者會 然後進去跟蔡英文談什麼 欸 柯文怎麼沒準備 蔡英文有準備 蔡英文主席 四個都是蔡英文主席 我要這個我要這個 我跟你講 你跟對手見面就要學中美談判 我就帶一個清單去 易修啊 這個 最近我 我希望喔 你哪些該做該做該 12345 比如 如果柯文哲人幕僚 問我怎麼策劃 我一定上去就給他一個八大清單 這個 恭喜 蔡總統你要卸任 在卸任之前有幾件事情喔 我覺得是不是你還有機會彌補 那如果的話可能的話你這個時候趕快進行必要的處理 1234567 一 賬單都開出去 好 蔡英文當然會辯駁啦 會反彈啦 會溝通啦 沒關係嘛 見面溝通沒問題嗎 讓蔡英文知道我對你什麼事情不爽 你什麼事情做得不好 你不要以為我現在拍拍屁股就要走路啦 來 那見完面的出來 蔡英文講他了 柯文哲講他了 出來以後 柯文哲再開記者會 我剛才跟蔡英文談那些什麼事情 哪些事情有共識 哪些事情有旗艦 哪些事情 我請蔡英文交代他的接任人賴清德繼續辦理 我當然想是不對 那你政黨主席的格局就出來了嘛 對不對 就不是啊 兩個人像偷情一樣啊 還被八卦雜誌登出來 這成什麼體統嘛 而且像為什麼是共同聲明 用輔方來發 這很奇怪 對嘛 你出來你就開記者會什麼 共同聲明不聲明 你出來就記者會就講 對不對 然後這種 應該叫聯合聲明嘛 對不對 這才對嘛 也不用什麼 你出來就直接開記者會 讓全世界知道 你幹嘛到時候週刊報了以後 你府方才出來講 你剪柯文哲就中了蔡英文的招了嘛 蔡英文為什麼要談這個問題 他講了四個問題 剛才那個左教授講了 四個問題都是他沒做好的問題 只有這四個問題沒做好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只有四個問題沒做好嗎 那你很簡單啊 你沒做好的問題 你招我合作幹什麼 叫你的賴清德辦好 我來監督 我跟他好好討論討論 不是這樣子嗎 對 那吳子嘉又講說如果照這個方法 是不是蔡英文砍賴清德一刀 本來你接任人就要去面對你上一任的人的好處 壞處你都通通承接嘛 對 即使不同黨也要承接啊 那比如說這個 謝國良喔 接了前日林佑昌的爛攤子 哇現在還公斤變士族打成包 亂來一通嘛 這些民進黨在基隆這麼亂搞 還要罷免謝國良 那你們林佑昌越挖越臭我跟你講 所以這個就是你政治人物處理這個的成熟度嘛 所以朱立倫知道這個狀況以後 他一定會用公開的方式來處理嘛 對 這才對 那你要到時候不要被罵了以後 因為你幾乎沒有要求 要求蔡英文該做什麼 沒有耶 沒有任何消息說柯文哲到裡面 柯文哲可能又還有那種知識分子 以天下為己任 總統你講這個 我們一起來合作把事情做好 那是賴清德的事不甘免事好不好 感謝我們的這個江東小香香的抖內 他說柯文哲講一句中天副台呢 就要吹上天了嗎 柯文哲還找了黃國昌當不分區立委 又要怎麼說呢 差點忘了這個黃國昌當初就是發動罷免的 感謝何先生的抖內 黃國昌該打屁股 感謝何先生的抖內說他挺香香 非常感謝 對因為我剛剛有關朋友 我們一直不斷的點題說想要看這題 所以我要請左教授 還有我們等一下如果還有時間的話 再請我們來賓繼續來分析的是 明天衛福部就要針對這個虐童案 以及我們的社會安全網的問題 要進行一些專案報告 那可是衛福部送來的報告書 你知道嗎 第一個他不到七頁 不到七頁裡面呢 甚至他的這個結論的檢討報告 裡面他其實虐童的內容是不到兩頁的 結論有九點 九點又只用了1.5頁 其中六點都在就責地方政府 另外三點就在抱怨說沒有預算沒有時間 以及成效的這些空話沒有任何一點 是看起來衛福部是需要負起責任的 那洪孟凱就說用chat GPT都可以寫得比這份報告還要更好 左教授 好這個問題當然這個事情其實已經引起全國的這個普遍的關心跟擔心 那現在衛福部提出來這個報告 我建議其實在野黨的立法委員 應該要去看一下過去政府提出來 過去其實監察院立法院都對這個事情做過檢討 因為事實上來講像2018年那個時候也有發生過類似的事情 那其實你看我們每一年大家如果去看這個政府的統計數據 每一年這種虐兒案件的通報見數其實都非常高 那被認為是處於這種虐兒受到虐待情況的這個孩童 大概每一年大概有上萬人 那其中每一年死亡的人數 我們就以這個2019年來說 它是那一年就是23人 所以其實這個情況是非常嚴重 而且在蔡政府任內是逐年升高 那因為這樣的情況所以立法院在2019年那個時候 其實有過一個調查報告 2018年底的時候有過一個調查報告 然後到了後來在監察院也有過這個調查報告 那在2021年的時候有發布一個調查報告 那也認為政府做了很多的不足 那簡單來講監察院的調查報告裡頭 認為政府做的不足包括什麼 評鑑機查不力 托餘人員的這個支持保障不夠 法律保護不足 還有這個調查機制缺漏跟執行不力 還有監視器的管理 那其實你會發現到很多問題是重複的在發生 所以我認為第一件事情 我們應該是去看過去的這些報告 到底政府改進了多少 我覺得這個是其實第一件功課可以做的 因為你會發現到 其實包括立法院在2018年做的那個報告 以及監察院在2021年做的那個調查 你發現其實問題都是很類似的 包括其實一個核心的問題是什麼 人力不足 還有一個核心的問題是什麼 整合不足 然後你看在2019年那個時候 2019年年初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政務委員林萬億 提出來說希望這個有發現案件 有發現類似案件的這個民眾 能夠直接打113 就直接能夠去向政府這個檢舉 所以要動員加這個一般人 可是他們有解決一個核心的問題 核心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說你他比如像跨部門 跨縣市的這個整合 其實尤其是跨縣市的整合 是誰要負責的 當然是中央政府嘛 再來一個跨部門的整合 固然你說可以是 應該是地方政府要去負責 比如像最近又提到了說 這個所謂的兒少專責醫師的制度 他說你看這一次這個案件發生的時候 這兒少專責醫生他就沒有 他就沒有收到這個案件嘛 如果說兒少專責醫生 有收到這個案件的話 他就可以去處理這個問題 他說比如像說 台北市或新北市的社會局 應該要把這個案件 就要轉給地方的這個衛生局 然後通過衛生局再去指定 所謂的兒少專責醫生 好 那當然你可以說 是這個地方政府 可以再加把勁的地方 可是我要進一步問的是 所謂兒少專責醫生 而且由醫生來介入 所謂這個虐兒案的這樣子的一個處理 這個制度從什麼時候開始就提了 我剛才講了 2018年那個時候 那個立法院的調查報告 立法院的這個評估報告 2019年那個時候 這個零萬億提出來說要如何檢討 所謂保護受虐兒童的案件 這個那個時候其實就提出來了 但是我們的兒少專責醫生制度 什麼時候建立的 去年11月 這個案件去年底孩子就死了 所以你會發現到說 其實這個民進黨政府 在這件事情處理上 在中央政府层級 也有非常非常多的缺失 也有非常非常多是 幾年以前就談的問題 一直都沒有去改善 你現在如果把重心都 檢討在地方政府 你其實完全疏忽掉了 你政府 中央政府應該承擔的責任 這是一個所有相關政府機關 都要承擔的責任 而且還牽涉到一個問題是什麼 你看我們政府現在 所列的要通報的人員 非常多 最早是講說是這個社工人員 後來現在講說是什麼 警察 還有什麼 現在講兒少專責醫生 醫生 然後連司法人員 移民官員 好多人都要列入這個通報的 好 這麼多人都有負擔通報 責任 大家知道通報 如果你沒有被通報還要被處罰 那你有沒有給這些人 他有一個大的平台 大的資料庫可以去連結 可以做快速的查詢 可以做登記的 這些東西我覺得其實政府可以做 而且大家不要忘記 我們地方政府很多是仰賴 中央政府的所謂的統籌分配管 可是新北市其實是拿到 地方政府統籌分配管 在六都裡頭是最低的 這些問題當然就是你中央政府 你有這麼龐大的預算 你可以做很多所謂這種標準作業 流程的東西 你可以做很多所謂共享資料庫的事情 你都沒有做 而且是已經經過這麼久以來 一直不斷在檢討的事情 結果你看每一年幾乎這麼二十幾個小孩死掉 就是我們講2019年 二十三個小孩死掉 有上萬起的案件通報 但是都一直在檢討 然後一直都說 這邊跟這邊的聯繫斷裂 而這邊沒有接住 講的都是很漂亮的文青語言 但是做起來的事情都不到位 我覺得所有的政府機關 當然都必須承擔一定程度的責任 但是這不是中央政府可以卸責的理由 中央政府是最多預算 可以承擔最多這種 跨線式整合平台的這種責任跟權利 資源也是當然涉及到所謂的法規的問題 就是法律的制定也好 或行政命令的頒布也好 這些都是掌握在中央政府手裡 你如果全部都推到地方政府裡頭去 那是不是你以後 這個預算的部分 是不是也應該相應的 要把更多的預算 直接讓地方政府去掌握 而不是等待你中央的統籌分配呢 我覺得所以這個裡頭其實 就讓我們看到 也是非常非常心寒的一件事情 現在這個要 蔡政府要卸任了 然後這個問題 現在又發生了這個問題 但是政務委員林外印沒有出來講話 現在講的都是衛福部 其實在2019年那個時候檢討 是政務委員出來檢討的 所以是什麼 現在選舉過後了 反正要下台了 他也就不關他的事了 因為為什麼一定牽涉到這個政務委員 因為他不是只是 是衛福部一個部門而已嘛 雖然衛福部本身是直接涉案 直接涉及到這個事情的權責 但是其實我們剛剛講了 包括醫療啦 包括警政啦 其實它是一個跨部會的整合 所以說你既然一直要講 所謂的這種部門跟部門的聯繫 既然一直講到這種跨部門的這種 通報機制也好 處理機制也好 那政務委員就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我覺得 立法委員應該要求林外印出來講話 歷史哥 我想補充一下 就是說凱凱案真的就四個字嘛 非常氣憤 為什麼 他們自己家的孩子差不多的年紀 所以看到凱凱案 今天我們第一時間 俄福聯盟出來開記者會的時候 到現在都還沒有辭職 那天學長點出這個事情 他完全把這個體制給幹爛 然後我們的總統府 到現在的冷血到了極致 你憲兵在那邊發言的時候 你請問你有跳出來嗎 沒有 孩子死了你有跳出來嗎 沒有 這就是我們現在林進黨的態度 讓你進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唯一添加 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記轉 對季節敏感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支還添加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酥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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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